內地一名女子早前離職 獲男同事主動送陣網購的化妝鏡 訂單還附有兩盞補光燈和一個南麻鬧鐘 送鏡後她不斷提醒女子要長插電源 否則補光燈容易故障 更清電方介紹 提及到鏡子有裸體美顏功能 建議她可以試用 而女子越想越覺得不妥 就憑著訂單上的店舖資料 向客戶職員查詢 獲告知化鏡沒有任何美顏功能 職員更建議她 另開鏡子背板檢查才使用 而女子仔細一看就發現 鏡底座有多個奇怪的針孔 所以去到警局報案 原來鏡中竟然藏了共四個針孔鏡頭 和五張32億的記憶卡 而最令人心寒的是其中一張記憶卡中 全有早於2019年就載入的檔案 顯示她或者並非守個受害者 作詞文字幕提供 作詞文字幕提供 作詞文字幕提供